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志愿军已经发起了入朝以来的第三次战役 奉命向汉城方向展开进攻的志愿军347团 遭遇号称英国陆军王牌的来副枪团的阻击 这个团凭借自己装备的坦克以及精良的武器导致347团负责防守一个高地的一个连损失惨重 连长在战斗中不幸被坦克的炮弹击中牺牲了 这时候作为四号员政绩指 好担任指挥员开始指挥剩下的战士继续战斗 在接连打退了英军将近六次的进攻后 全连除了四号员政绩以外 只剩下六名战士了 这时英军又发起了第七次进攻 眼看着这次阵地很快就会失手 就在这样一个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 四号员政绩拿起了自己腰间的军号吹起了冲锋号 阵地上的六个人也全部在枪上装上了四刀叫喊 这冲向了英军原本这简直就是自杀式冲锋 可当占据优势的英军听到了阵地上传 来的冲锋号的声音吓得顿时方寸大乱 连忙掉头开始彻底 士兵们更是荒不择鲁 很多的士兵丢掉了自己手上的武器逃跑了 后来随着这个团的其他援军赶来 阵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英军再也没有冲上阵地了 七个人凭借冲锋号下退了英军一个营 这直接创造了一个战争的奇迹 这也从片面反映了一个事实 就是当时的冲锋号给联合国军造成了多大的心理 因此抗美元昭战争结束之后 司号元正起获得了特等功臣的荣誉称号 至今那个下退了英军的冲锋号 还保留在了抗美元昭纪念馆里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都能够看到这个东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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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